冰岛1比1战平阿根廷中国球迷普遍心生疑问一个30多万人的小国冰岛,既在欧洲杯上闯入八强之后,又在本队的第一场世界杯比赛中,1比1战平了拥有梅西的阿根廷队。 这场比赛央视的解说鸿岛认为,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不如冰岛人。赛后,很多中国球迷也都心存疑问,我们有14亿人口,为什么踢不好足球?鸿岛的观点是不正确的,起码是不全面的。 国人平局的身体素质可能不如冰岛人,但找出20多个身体素质,比冰岛人好的不是特别容易吗?身体素质不是决定一个人踢球水平高低的决定性因素,我们的足球水平落后,原因是多方面的。 身体素质论并不全面,冰岛虽然人口很少,但冰岛有浓厚的足球氛围,人们喜欢足球,同时冰岛对身处足球水平较高的欧洲,和欧洲球队有着非常多的接触和交流,这对他们水平的提高非常有益。 中国的水平低,原因很多,足球发展没有总体规划,即便有也只是口号而已,很难得到落实,我们的青少年足球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机制还很不健全,大多数的青少年都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参加足球训练,要么是感觉没有前途,要么是没有条件,因此中国的足球人口也偏少。 还有就是中国的球员普遍素质不高,但收入太高,容易在过多物质财富面前迷失自我,从而缺少继续努力的动力,C罗那么高的水平,还,对自己要求很严格,自律性很强,但我们的球员有几个能做到呢? 以上这些或许也不是中国足球落后的根源所在,看到冰岛队能在世界杯表现如此出色,再想到我们的国足,实在是感慨万千,内心也有诸多疑问无从化解,我们的足球水平落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,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入世界杯,我们的国足什么时候才能像冰岛一样在世界杯上给球迷带来欢乐,谁能回答? 感谢观看